来 请看 总业绩 呃 点到这一格 我们先用自动加总吧 这样很简单 哦 他就知道把前面选起来了哦 enter一下 哦 OK了哈 那我们把它呢 复制一下以后呢 贴上我们的公司 哦 可以了 来 开始做哈 单计总和是否超过双计的总和 那总和就知道是用上的哦 来 那我们看一下哈 是否这是最后要得到的答案 所以我们再找函数公式就先找if 哦 他得出来才会是yes 或者是no 哦 那么第一栏的话呢 先把单计总和加起来 所以呢 我们呢 到左上角去把我们的sum把它找进来啊 sum找进来 好 sum的话呢 那当然是单计 所以呢 在第一栏里面啊 直接去把第一计点进来就好了 按住Ctrl键不要放 再把第三计点进来 这样可以吗 可以哈 如果你懒得用第二栏去做的话 那你不用Ctrl 跳选的方式把第一跟第三选进来就ok了 哦 OK 他的任务就结束了哦 你要出去哦 哦 不要在里面继续打第二栏 然后二跟四那就完蛋了 哦 然后我们到里面 哦 注意 这是单计的哦 第二栏 哦 还没达 第一栏后面点一下 大于是否超过嘛 超过就是大于 再进去一次 把上导出来 哦 S U M 这一次呢 是二跟四哦 所以把第二点一下 按住Ctrl键 再把第四点一下 啊 点错了 哦 手点太快 来 按住Ctrl键 把第四计点进来 好啊 再重新一次 第二计点一下 按住Ctrl键 第四计点一下哈 好了 这样子 可以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两个选环 回到我们的影子 这样子呢 我们的两个主角互相比较 得到答案 所以呢 这是yes 哦 再来就是no 可以了 哦 这样就达到我们要求了哈 确定 好 那么呢 点两下呢 哎不行 这样我还有一点复制他的背景 麻烦 来 贴上公司就好 好 我把他这边哈 先全部选起来 置中一下 好 OK 再来 总业绩啊 排名啊 是否在五名内 好 总业绩排名是否在五名 要看 那个时候就是总业绩的问题 好 那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用rank 跟我们的if 来做配合 一定是先有排名 然后呢 才用if 去判断 有没有在五名内 同学是大于还是小于 小于 对 五名的喊不喊 喊 那就小于等于五 好不好 来 那我们开始了哈 好 if 哦 来看一下 开始了哦 这时候呢 我们在第一栏里面去找到我们的rank 排名 应该是没有啊 好 来 排名是谁哪一个 相容 如果你不记得了就选全部 没关系哈 嘿 然后底下点一下 打一下R 因为呢 rank是R开头的 它就停到R开头的地方让你找 你进来 移动一下你的滑鼠 R A N K 就可以了 好 确定 好 注意哦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它的总业绩 第二个来点一下 它的总业绩要排名的范围 同学这边别忘了要怎么样 对 要锁起来 哦 还记得 就代表你的观念已经有警觉性了 哦 没有锁的话你就完蛋了 知道吧 哦 来 这边给它怎么样 0 0 知道吗 但是呢 这边后来有同学想 怎么样 它很聪明 它干脆把总业绩给它一个叫什么 名称放了可不可以 也可以 这样它就自动帮你锁 好 给它0哦 代表分数最高的第一名 好 来 我们回到1 这样子得出来就是为一个数字 后面点一下呢 打上看来没有小于等于5嘛 5名内 好 如果有确实有 那就是yes 没有的话呢就是no 那就是5名以外的 好 这样子 哦 这样就可以把全班的名字算出来 哦 看它有没有 哦 ok 来可以咯 衣服咯 好 ok 它最外层的函数 哦 来 那么呢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之后 公式贴上去 好 那各位你看一下 yes的话呢 至于这边呢 看不出谁是第一名第二名 哦 这位只是跟你讲 这个同学有没有在5名内的一个 yes or no的判断 看不出来它是第几名 如果要的话你就必须要另外做一篮 用Rand去排 你就知道它是第一名 或者是用总业绩排名次也可以 总业绩啊 你点一下业绩去排 等一下呢 你可以到常用这边 点一下我们的啊 资料里面也有 由小到大有没有 用总业绩 然后排序 哦 有没有 这样子哦 那么这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 他们的一个方式哦 OK 好 那么呢 由大排到小才对 哦 由大排到小 哦 OK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四季的总平均 是否大于等于2000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四季的总平均 那么我们就把以图照出来 好 来 四季总平均啊 那我们就是用Rand 啊 那个什么 AV啊 什么 AGE 哦 差点就喊错了哦 好 来 四季 四季 范围选起来 他就算出一个平均值 好 然后呢 我们回到我们的语幅呢 看他算出来的平均值啊 后面点一下 有没有大于等于2000啊 好 如果有 那就是yes YES 没有的话呢 就是no 哦 所以呢 其实呢 我们这样的概念 已经进行了好几次了 你应该呢 就比较清楚 哦 OK了 好 选起来做贴上 好 最后 四季是否有 小于2000的状况 黑板上写了两种状况 我先用comif来做的话 来 那么我们到if 这边来 我先用comif做给各位看 两种状况 我都做给各位看 第一种状况 是用comif来做 所以呢 在业服里面的低栏 我们就把comif叫出来用 好 范围呢 就是这四季的范围 好 条件 就是看到有没有小于2000的状况 记得哦 到楼上点一下 好 然后呢 我们到 一幅外面来 因为comif到这里 已经任务算结束 他可以帮你统计出来了 好 然后呢 小于2000 基本上呢 他统计出来的 只要有大于0 黑板上写大于0 什么意思 只要一笔出来 就算有了 对不对 啊 ok 好 那么呢 第二栏点一下 打上yes 有了 有 第三栏点一下呢 就是no ok了 所以呢 第二栏第三栏呢 几乎都一样都不用太太去理他 这边啊 哦 要注意一下 我们是用comif来配合 好 那么呢 这边啊 好 我就把它复制一下哈 然后呢 我们这边贴上 贴上了以后呢 我这边就不动 哦 全部都是yes 吗 结果第一个是no ok 等一下我用no 来 我又开始用or来做 出来条件 应该要跟他一模一样才对 对不对 好 来 我们用or来做哈 来 那么呢 我们用if 好 第一栏啊 配合我们的or 他或他或他 只要有一笔 达标就可以了 来 点到呢 我们的第一个 看他有没有小于等于2000 哦 然后呢 顺便把它复制一下哈 复制一下 好 第一个栏呢 就是给第二季 哦 第三栏呢 给第三季 我先讲一下 第四栏给第四季 哦 这样哈 好 每一季呢 都去把它贴上 哦 这样就好 ok了以后呢 我们回到if 哦 所以这边啊 因为刚刚有做过了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就e序了把它完成 哦 好 记得 只要是用or做出来的 你到了if 就不用再设条件了 因为or就已经有条件 就已经有条件给他了 好 接下来点一下 打上yes 第三栏 点一下打上no 好 好 这样子完成 我们看一下答案有没有跟前面的一模一样 哦 拉下来 哦 同学呢 如果跟前面一模一样就代表这两个是ok的 哦 来 那么我们就做到这里 荧幕桥里 各位哈